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 一辆草罐车翻覆 远看像是冒出百色烟雾 但其他车辆缓慢从旁边经过 这才发现烟雾是从地上冒出来 消防车陆续抵达 郭道警方也早一步通知 中区环境事故专业技术小组到场 旁边有人用水冲洗路面 技术小组人员不只戴上防毒面罩 还穿上了全身防护衣 到场协助事故处置 洩漏出来的一体是盐酸 国道警方封闭了三到四个车道 车辆挨着路肩小心通过 因为盐酸具有腐蚀性 还呛出浓烈刺鼻胃 采访记者也不敢靠近 17号中午1点半左右 在国道1号北上242.5公里处 斗南路段 一辆22吨重的化学操车翻覆 载运的盐酸泄漏 车祸的三辆车一共有三人受到轻伤 事故处理更影响国道 严重回堵超过三公里 两个多小时后 交通才恢复正常 至于车火肇事原因 要等国道警方后续调查理清 TVBS新闻 蔡松林云林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